就已經寫完了正氣歌 大家可以整張試一下寫一次 或者譬如說分段這樣寫一次 總之就是寫一次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落款 或者正氣歌前面那些字 可以稍為寫一寫 我現在就把正氣歌 如果你前面想寫題目名 正氣歌三個字 其實不寫都可以的 你想寫可以寫正氣歌 選一種就可以了 字體 然後寫證文 寫落款 今天主要說落款 抬頭 正氣歌本身三個字 如果你作為題目的話 可以寫大一點 給你那篇文裡面的字 每一隻字大一點 楷書其實是最適合的 因為它本身整篇楷書 你寫楷書的話其實也挺漂亮的 試一試 正氣兩個字寫過 天地有正氣 正氣 轉彎 平頓 平頓 你們可以寫這一環 不順方面我講過 不順調 我覺得一隻手順便可以了 平頓 那就好 我也要看 但並不順調 不順調 平頓 也要plement 不順調 不順調 我們會選擇 讓我們休息 要跌倒 不順調 要靠 按一按停頓 在这个位置,一开始是垂直 过了这条线之后,撇出去,停顿,按 按一下,装置会好些 正气哥,试一试行书的样子 在这条线之后,摆一试行书的意思 上去 停頓 下個星期開始寫篇書 可能沒有寫了 會不會發生 屁股 不信沒錯 寫兩點才會方便一點 這個位置 推一推再割 收一收筆 雅尾寫個飛的時候 看一看 這個應該分兩個可口的可字 再寫個可口的可字 有學生運動是否可以穿呢 不是很好 很難擺放 分開擺會容易一點 停頓 不信要記住 向後拉少許 向後斜少許 很重的 向後提一提 轉彎 沉頭眼尾 按一按 三種風格都不同 寫的時候你要明白 一個是扁少許 寬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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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條會漂亮一點 寬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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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誰比較好看呢 其實我覺得 都沒有什麼大分別 因為自己寫的時候 你喜歡寫哪一種都可以 好 說落款 如果你覺得困擾的話 其實你不寫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 好了 落款 看看 你看看 其實落款呢 不要說話了 聽我說話了 OK 落款呢 其實你當它是一篇寄序文 可以了 一個詳盡一點的落款 就好像寄序文裡面 有一個綠和白的 小朋友現在都會教的 用英文就是W When Where Why Who What 那些 How 中文就是何時 何地 何人 做何事 甚至有些何因 何果 這些是落合法來的 什麼意思呢 好像現在的稿裡面 譬如說 我寫了 庚子 或者庚子年 年字可以這一句話長一點 沒有所謂的 或者這一句話短一點 下面那句話長一點 庚子年 你不懂年字都可以的 冬 或者冬月 或者冬日 OK 看到嗎 何時的 何年何月 你就不會寫到某一天的初幾 小 也可以寫的 主要在什麼日子 例如說 冬至 中秋 這些特別的日子 清明 重陽 端午 我們會寫的 OK 那些日子特別 紅一 你會寫一下 或者一些緊要的日子 不是紅一 但是緊要的 你寫一下 何時 會寫何地的 寫 這個 動兩動兩 這樣簡單一點 這樣也可以 或者 打個圈 寫什麼呢 文天祥 正氣歌 摔登 地點 香港 或者香港 地點不需要太小 香港OK的 最多写港岛,港岛区,很怪的 譬如AIA大廈,打橫写AIA国际大廈 很怪的,不需要英皇道有多少号,不好的 那边回游地址 香港譬如,写全名 为什么要写全名,因为全名小姓固 这段时间有很多学生打电话来问 胆粗粗,可不可以收,有没有时间,画一下写字 可以的,尽量有位,现在真的爆一点 但有一两个位,大家来,顾老师,顾 Sir 但原来很多人不知道我叫顾公勉 天下为公,共勉之 真的有人把我的名字写在自己的篇文里 叫佩兰兰兹奉 公勉奉兼,说得好像我和他共验联礼这样的样子 是吧 公勉的意思不是共勉之 虽然我爸爸当时帮我起的时候 是有天下为公以共勉之的意思 但是,这是我的名字,有名有姓 这是我的名字,不是共勉之 天下为公共勉之 这个意思,你就别把这个抄下去 不要抄到这个字,还要写自己的名字在下面 不关事的,这是我的,是专用的 香港官,地点有了,作者有了 或者我写过的人有了 是不是?是一篇记序文 某年某月某日,某个人在哪个地方写到某人的一篇文 是不是?是很详细的 你懒得像我这样,只写这两个,公免就可以了 有很多东西要学的,譬如说,你本身那篇文中的政治 天地有正义,这籍这么大,写到这里 最后剩下一格,理论上来说 如果你的篇文字是这么长的话 不过一半,你可以直接在下面写下款 因为这个位置刺了,在下面写 如果你是这样写的话 多过三行,这个阔度比这个阔度,比那个字阔一点 就不太适合了,OK? 同样的,如果你写一下,写到这里 剩下一点,可以不用写,另起一个写下款 记住,如果你比如说写 天地有正义,古道照颜色,写到这里 这个位置空那么多 这个字正文,正经的,正经的,主要的文章 正义的三百字,写到这里 你下面要写它,一行两行都可以 总之,这个阔度不可以超过这个 这一点要记住 而且写的时候,如果你下款的时候 有你的人名,这个没有 你不是送给人,如果你送给人 如果你送给人,大表哥,舅舅 大伯,六十大寿,八十大寿 有一个贺寿的人名,你自己的名章 即是这个名字 关小娟,李小洪那些 你不要在这个位置押着人的名字 很没礼貌,利于你不送 好,OK 尽量把自己的名字低调一点 放在下面好一点 你的名字下面是你的章 这样就可以好一点 挑衡章,没所谓的 八九临风那些,如意吉祥那些 那些也好一点 如果你明章那些 不要那么囂张,放在这里 还有些东西写的时候 尽量行气要好 好,你自己也没有用 例如说你写 文 天 牆 正 哎呀,弹了 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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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愿这样 摆在上面有什么章法 也是好反对 但是这个你看上去才看直 这个比这个好 因为弹了 你感觉上 弹上弹非常的弱 写得比较细 或者很多字 但是抹也是好看 紫中 要留意 最后一件事我说了一遍 传统来说应该是这样写过来的 正气歌 这里落款架 第一我认为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手指遮住自己的字 这个字从右到左 原则上来说它是不合逻辑 自己的字写完之后自己遮住自己的字 第二手会弄髒 你说我钓笔就行 但是钓笔的话不是过错也行 所以基本上由古字 我觉得中文书法最大的弊病就是 很多人死跟着这个密守成规 从来不要反省想 为什么这样写过来是好呢 我不觉得有美感可言 也不觉得功力深才这样做 功力那么深的话 这个凯字应该写每字边 再写三点水 又左字又写的 是吧 你是三点水先的 再写个每字 因为你三点水 绝大部分人是右手扎筷 望到自己的三点水 望到自己的古字 再写个月字 是方便写个月字 遮住自己的手 再写三点水 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真的这么好功力的话 这样写过来是舒服的话 为什么你写成字的时候 不是这样写呢 你为什么要先写双耳边呢 你为什么要先写那个美字 再写三点水 你为什么不先写那个美字 再写三点水 就是说这个不合逻辑 我觉得 这样写过来好多 你这个不是来经负的问题 当然我尊重大家提的一个意愿 如果你觉得这样写方便可以这样写 我自己就算参加展览 有人挑战或者觉得这样写不好 凡是有一些创新 总是有人会阻止的 这个是千古的定律 加里瑞那个时候 戈白尼 地心学说也是个人挑战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没有很争论的 就是大家自己自愿得够了 OK 还有这么多 谢谢大家